再次跟大家报告 我们现在要过年了嘛 然后我们有一个旧订户的回娘家方案 是最优惠 如果你是我们曾经订过的订户 这个优惠方案 必须得私讯小编 跟他去索取 我们自己的邀请旧订户 能够在过农历年前能够回娘家 那我们这个方案 过完年之后可能就会没有了 旧订户要好好把握这个回娘家方案 一旦错失了这个最优惠的续订方案 那你就必须得用 我们现在一般会员的价格 那月费是1280元 那这是我们目前的定价 那除了这月费方案之外 那年费是12800元 12800元就12800元 那这个相当于买10个月送两个月 其实这还是蛮物超所值 年费方案还是蛮物超所值 因为我们还加证了25堂的财报模法班的课程 所以现在的旧订户能够回 如果回娘家 你可以刚好赶上3月底4月 除了由助教所上的采访魔法班的课 而且你还有目前最优惠的方案 甚至我们在筹码分析的功能 其实也不断的在优化跟强化中 所以真的非常诚挚的 推荐给大家这一款APP APP有什么样需要了解的地方 你可以扫描这个QR Code 可以先加入这个免费的LINE群 那我们里面会有亲切的客服 来回答你一些问题 那另外我们也会有助教 会示范一些APP的一些超功能上的操作 教你怎么去点评 你所关注的股票 它目前财报的表现如何 它的技术面表现如何 它的筹码面表现如何 我们都有一个SOP的流程 我们都有一些专业的助教 会教大家怎么去使用 遵循步骤一、步骤二、步骤三、步骤四 那你只要跟着这个步骤 那你就可以建立起 自己对股票投资的know how 那你就可以自己去判断 什么样的公司是好公司 会在迷失在目前 咨询爆炸却混淆的环境中 那你可以扫描这个QR Code 加入到我们这个免费的LINE群 那让你在投资的路上 不再孤军奋战 那要怎么失去我们的小编呢 其实我们这边跟大家介绍 有一个免费的LINE群 因为这个LINE群是 现在LINE是大家都有的一个通讯软体 所以我们这边也成立了一个免费的LINE群 你只要扫描这个QR Code 那你就会加入到我们这个 由千文老师目前唯一认可 所成立的这个免费的LINE群 那这里面就会有 亲切的专业的助教 还有亲切的小编 可以去回答你的一些问题 如果大家同学对于刚上面的那堂课 有兴趣想要报名的话 那你也可以在这个LINE群中去询问 可以询问我们的小编 那小编会丢给你这个报名的连结 加入这个LINE群 除了可以去问一些行政上的一些 不管订课程 订APP 甚至订投资家日报的一些客服的这些问题之外 我们也会提供第一手的股市资讯跟市场赢家的观点 那我们也提供了一个很多学员互相交流的一些平台 那让你在投资的路上可以不再孤军奋战 那我们看有些群组其实讨论是很热闹 那有些学长姐他们会分享他们最近可能看到什么样股票 或者是在分享在哪里听到一些讯息 那我们的助教有些时候他就会用一些APP里面的功能 去帮大家怎么去一步一脚运的去分析 你可能想要投资的标的 非常诚挚的推荐大家可以先扫描这个QR Code 可以先加入到我们免费的LINE群 那除此之外 我们标五金最近也有一个就订户的回娘家方案 那如果你是我们的就订户 那在过年前 就是在今年过年以前 我们都会有这个就订户的一个回娘家的优惠的方案 那尤其我们最近的这个APP 更新了非常多的功能 我们建立了非常多强大的功能 不断的在优化 我们不只在筹码分析 不断的在优化 甚至我们还建立了所谓的虚拟交易的这个功能 可以让你先前很多就订户不是有累积了很多金币吗 那这些金币要怎么用 其实就可以利用这一次的虚拟交易的功能 把它转换成 可以让你模拟交易的一个古典 那模拟交易的目的 其实就希望能够透过这些模拟交易 去快速的帮助大家累积你的经验值 而不至于陷入到一些 你可能在投资上 你想要实验什么东西的时候 你可以透过我们的模拟交易 可以透过这个金币的兑换 去让你开始去做一些累积经验的这个过程 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功能 那除了之外我们的标普金APP里面 还有非常多财报分析的功能 因为毕竟欣勇老师是用财报分析 来去帮助大家去挖掘市场的潜力好股 那我们甚至还提供的 每家公司他们的合理股价的解决方案 这家公司目前的股价到底是处于便宜还是处于合理还是处于昂贵还是处于特价还是处于疯狂 那基本上都可以透过财报分析去帮大家做一个判断 可以让投资人在投资的路上而不至于形成所谓追高杀低的过程 提供市场独家的一个评价企业价值评价的解决方案 那到目前为止我们也蛮自豪的 尤其我们提供解决企业的评价的解决方式 帮助我们安然的可以度过2022年联准会暴力升息 甚至经济衰退所造成企业价值下修的一些影响 好那除了财报分析之外 我今天也想要跟大家来分享就是我们这个APP里面有个功能 我真的觉得真的非常好用的 就是可以帮助大家去找到赢家分点 大家知道其实我们每档股票啊 其实它背后都有些阻力嘛 基本上台股的大部分的股票它背后都有阻力 那阻力在哪里 其实很多的投资人都想要知道 很多人大家就想说 听一看这档股票有没有阻力在做啊 有没有在追啊 有阻力照顾的股票股价才比较不会寂寞嘛 那我们这个标股价APP里面其实提供了一个可以帮大家快速找到每档股票 它背后的阻力 而且这个阻力可能还是赢家的阻力 有些阻力它可能只是显示它钱很多 但是我们这个标股价APP它可以显示出赢家的分点 赢家的阻力它到底是在买股票还是在卖股票 那你要怎么去做呢 其实我们有两个步骤 那我们来举例来说明 那比如说这一档2201的这个浴龙 这个是汽车的 未来这一两年大家有很大的想象题材 就是它在电动车嘛 因为它跟鸿海合作 要开始去自制生产我们国产的电动车的一个品牌 所以它未来有很大的想象空间 那当然市场有非常多讨论浴龙未来的一些发展的这些愿景 它有一些故事 那当然我们这个标股价APP里面 它这边就会告诉大家 怎么去帮助大家找到这家公司的阻力 它到底是谁 然后它到底最近在买股票还是在卖股票 那步骤一就是寻找赢家分点 赢家分点是要买得多 而且买得又便宜 那我们就举例 这个是以2022年12月16号统计近60天的成交来显示出来 就是这近60天就有不同的分点 他们买进浴龙嘛 那这是张数 然后这是价格 那买得多的并不代表是阻力哦 你看买得多的 像元大买了3670张 但是它的均价在多少 均价在59.7 哇这个有点落差掉了 那我们通常都会找的买得多的又买得便宜的 通常就有可能就是赢家分点 那比如说像这个富邦基隆 它买了3555张 它的均价是48.89 那这一排看起来它是成本最低的 所以换言之它应该就会是这个股票的赢家分点 就是它不只要买得多甚至要买得便宜 你看这都比统一的58.8 凯基台北的56.2 第一金正的58.44 永丰罗洞的65.4都还来的便宜 所以这个的分点就会是大家要去追踪的 如果你是操作浴龙的话 我记得我们在标股基因APP里面的赖群 好像有同学来讨论浴龙这档股票 那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好 帮助你去抓住主力中基的一个功能 那步骤一嘛 就是寻找赢家分点买得多 而且要买得便宜 那步骤二呢 它就开始关心 你就要开始随时关心 这个分点它何时买何时卖 那我们看到浴龙的这一波的股价 从10月份的10.25 涨到11月的71块的时候 那这个富邦基隆这个分点 这个红色的是买进 然后绿色的是卖出 基本上都还是买的 它涨上去 涨到这边的时候 它还是没有卖 所以基本上它在这个地方 应该就不是这个赢家分点的目标价 所以你如果你是跟着主力走 那你就要去追追踪 这个主力什么时候会开始卖股票 那它开始卖的时候 或许就开始去思考 这档股票 它是不是也该让你获利了结的机会 所以我们这个标股基因 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步骤 步骤一 寻找分点 赢家分点 就买得多 又要买得便宜 步骤二 那你就要随时关心 这个赢家分点 何时买 何时买 好 那台湾的育龙之后 我们再来看 还有另外一档 也是有主力照顾的 3264的新权 对啊 它是做IC封测的一家公司 那一样步骤一就是寻找赢家分点 要买得多又买得又便宜 那我们以这个2022年12月16号近60天的统计来看 买得最多的是摩根斯丹利 但是它的成本在46块 元大向上买3967张成本在47.75 这个好像看起来没有很厉害 真正最低的价格是如果在这个中国信托证买了1261张 它的成本是44.33 是这里面相对较低的 所以这应该就是比较有机会 还有凯基这个也是啊 凯基也是买1706张 买在44.13元 这也是便宜的 所以他买得多又买得便宜 所以凯基跟中国信托证 这就比较有机会可以成为赢家分点 那你找到了赢家分点之后 那你接下来就要步骤二 随时关心何时买 何时买 那我们看中国信托证 像这个新权他从38块 2022年38块涨到52块的时候 基本上这个分点他都还是以买进为主 他在这边买的到12月16号以前都没有卖出 所以基本上这个就是可以去关注他持股 什么时候可能会获利卖出 那他卖出的时候 其实也是聪明的投资人 可以适时获利了结的机会 好那除了这档之外 我们再看第三档 3413的金顶 他是做半导体设备的 然后一样就是步骤一寻找赢家分点 买得多又要买得便宜 那这个是近60天的这些分点 他们的成交的张数跟均价 那台湾汇利买了723张 但是他的均价在184看起来没有很厉害 我还有华南中正买了99张成本在197 哇这看起来就不像赢家分点 真正里面赢家的应该是元大台北 他买了471张买在174块 这个应该是这里面最便宜的 所以他就有机会成为赢家分点 那找到了赢家分点之后 你接下来就要注意哦 那他什么时候买什么时候卖 那当我们看到这一波这个金顶股价 从207跌到160的时候 这个元大台北不断的每天买 每天买每天买 每天都在买买买买一直买 这边就一直买买买买买 买到他涨到180的时候 基本上他还是没有卖出 所以基本上你就要去留意 这个分点他什么时候会卖出股票 OK这就是我们标股基金APP里面 在筹码分析倩永老师真的觉得是 非常强大的一个功能 那这个强大的功能呢 其实我们在新的版本中啊 我们刚才不是有跟大家讲 我们的原本在去年的12月份 我们只有统计到近60天嘛 但是我们在新的版本中啊 标股基金APP的统计 其实已经从原本的60天 已经扩大到100天了 所以我们随着资料的不断的累积 我们这个可以抓到赢家分点的这个能力 应该会越来越强 那大家现在目前看到的是标股基金APP 那我们现在版本已经是1.2.5的版本了 所以同学记得要去做更新 那因为我们不断在优化很多的功能 在优化的功能中 都是为了让这一款的APP变得更强大 变成是市场最强大的一款APP 不只在财报分析最强大 我们也要在筹码分析中最强大 好那刚才有特别提到三档嘛 我们来看看2201的育龙 育龙我们很查询 2023年1月4号的收盘价的65.7 那最近的股价是好像还算蛮强劲的 那我们进入到这个筹码的功能 那我们看到筹码 那原本的前一个版本是60天 但是我们新的版本已经加到100天了 可以累积近100天哪一个分点买的最多 那这看起来这100天买的最多的就是富邦基隆 他买了13782张 然后他买的成本价在45.35 所以育龙的赢家分点很明显就是富邦基隆 他不只买的多 而且买的也是最便宜 其他的好像都差距很远 你看45块 别人都买在60块 所以这个真的是赢家分点 那有了步骤一之后 那我们就要进入到步骤二 就要去随时关心 步骤二怎么点 就点进去之后关心他 他买了之后他有没有卖 目前看起来他都没有卖 这个红色的是买嘛 绿色的是卖 所以目前看起来他这边买了之后后续都没有卖 他什么时候买什么时候卖 那当他卖的时候就是如果持有育龙的人就可以 是不是要获利了结的机会了 好这是育龙 那我们还有另外一档是这个 星权 三二六四 一样星权 这个是做IC测试的 那最近的股价也相对的较强 几乎没有什么 大概在50块上下 那进入到这个筹码的功能 然后我们点这个筹码 你可以点100天 100天里面买的人最多的是哪一个呢 买的人没有 摩根斯丹尼买最多 但他成本在46.32 那买的最便宜的是 凯基的44.16 所以他是买的最便宜 也是买的最多的 这个是集合前15大嘛 所以只要买的多 没有买的便宜就有机会是赢加分点了 那记住买的多不代表 是赢加 他只是代表他是有钱 有钱不一定是赢加 他可能他收入 可怕从别的地方来 他只是有钱了 但不一定是赢加 那我们这个功能就是要帮助大家 找出赢加分点 那这个凯基 这个买的最多 买的多又买的便宜 所以我们就点进去 点进去之后 就看到他在这边买 买很多 然后看他有没有在卖 最近如果没有卖的话 大概就他还是维持在一定的成本均价上 他还没有卖 就要随时关心他什么时候卖 或者是他持续的一直买 那如果持续一直买 那你就可以站在巨人的肩膀上 跟着他一起去搭顺风车 好这个是新权 那还有一档是这个半导体设备的3413的金顶 然后你看他最近的股价 哇最近有稍微跌 从原本的199有往下跌 那跌的过程中 我们看看那个赢加分点 他的动作是如何 那你点进去到这个筹码 点进去之后 近100天 谁买的最多 买的最多的是台湾汇利 哇买了1393张 成本在189.72 这看起来还好 那刚才 台湾汇利有189 那还有谁买的最便宜 185 185 175 哇这个厉害 这个厉害 原大台北 就是金顶的赢家分点 就是原大台北 他买的多 又买的便宜 最便宜是他嘛 所以你就点进去看 他买 买完之后 好像没有 他跌下来之后 他也没有卖 那还注意他 搞不好他会继续的加码 那几乎以下 已经跌回他的成本价了嘛 但是他还是没有任何动作 那这个赢家分点 他背后所代表的 可能就是他有一些 他对基本面的一些掌握 或对于未来股价后市的一些 掌握的一些看法 OK 所以我们这功能真的非常强大 所以这边也推荐给大家 那如果你对于使用标股金APP 有兴趣的话 我们这边提供两个方案 一个是月费方案 就是你一个月只要缴1280元 那你就可以立即开启 目前市场唯一的财报的APP 也拥有非常强大的筹码 分析的一些功能 那但是 其中更推荐的是年费方案 年费方案其实相当于买10个月 可以送两个月 另外我们还会加证25堂 由助教所上的财报魔法班的课 那预计这个财报魔法刊 应该会在3月底以后会开课 那这都是物超所值的一个 加证的一个加值服务 那所以清荣的诚挚推荐给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